AK的大名应该大家早就耳熟能详了 在美国能够玩到的AK呢 现在很可惜 已经买不到俄罗斯产的了 所以说大部分有两个产地 一个是东欧产的 比如像波兰、罗马尼亚这些公司 这些国家生产的AK 还有就是美国这些公司生产的AK 我手中的这把呢 是波兰产的 叫做Linx 看到 很帅的是有一个波兰的一个军灰 是刚硬的打在这个上面 同样这还是一个短款的枪 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Rifle 并不是一个步枪 在美国出售它是按照Pistol 也就是手枪的规格出售 买来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 它没有这个Home的这个拖 到这里为止是一个手枪的样式 我后期加装了一个Brace 因为为了好看 我把它在木把手给抓上去了 然后上面加了一个红点 因为原先AK是通过 这个最简单的 瞄准器具来瞄准的 加了红要加红点呢 就需要在上面加这个导轨 那导轨我是安装在这里了 而且为了好看 我是用了一个20发的弹夹 原装AK给的是一个30发的弹夹 因为这个是个短轨的枪 所以说它在打太远距离的精度 不是很好 但是50米到100米的精度 还是可以保证的 我们下面就来打一打这把AK 好看 好看 一、二、一 二、一、二 一、二、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很多游戏里面都会出现我们日常出现的这些生活用品 我们就看一个最简单的一口铁锅 其实这是一口很薄的铁锅 我们看看它能挡住子弹吧 这种小铁锅对于子弹来说简直就是小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锅底的厚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金属材最近连钢都不是 对于这样的金属材料来说 比如说AK 9毫米的子弹它都挡不住 电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